横扫出局 山东南篮在本赛季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失败 尽管在赛季初期球队成绩不错 但随着赛季的进行 战绩一路下滑 最终仅以常规赛第八名的成绩闯进季后赛 季后赛中 山东南篮面对广州龙师毫无竞争力 仅打了两场比赛就被横扫出局 球迷对王涵的不满情绪早已在常规赛第三阶段暴露 每场主场比赛都有球迷高喊王涵下课 而在执教方面 王涵的确过于死板和老套 因此 在这个前提下 王涵已经基本确定下课 他在接受采访时 简短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球队的防守没有问题 但是进攻手感还是差强人意 感谢大家支持 再见 这是王涵的结束语 为山东南篮不完美的赛季画上了句号 也似乎在向球迷做告明 那么山东南篮新赛季的新帅人选将会是谁呢 过去几年效果最好的教练龚小斌 现任国家篮球学院副院长 不清楚他是否愿意回归山东南篮 至于丁伟 虽然在赛季中期接手后 有很多亮眼的成绩 但纵观他的职教生涯并不理想 因此 在今年夏天 山东南篮需要找到合适的外援和主教练 让球队重回正轨 毕竟一个赛季换了五名外援 消息二 郭世强兑现三年之约 三年前 当郭世强从辽宁南篮转头 广州南篮 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承诺要打造一只全新的广州南篮时 恐怕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位出来乍到的老叔能实现这个宏美目标 然而 三年之后的今天 郭世强已经带领这只年轻的广州南篮 成功挺进CBA季后赛八强 实现了他的三年之约 回溯郭世强执教广州南篮的三年历程 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艰辛与荣耀的传奇 他接手广州南篮时 这只队伍是联盟的弱旅 且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球星 然而 在老叔的带领下 一步一个脚印地将广州南篮从泥潭中拔起 三年疏忽而过 广州南篮在他的率领下再一次创造队势 郭世强的战术智慧和用人眼光得到了外界的认可 在与山东南篮的比赛中 尽管广州南篮内线存在巨大短板 但郭世强仍然成功地横扫了实力更强大的山东队 这不仅证明了郭世强在战术上的敏锐洞察力 和出色的调整能力 更为这只年轻的球队注入了信心与力量 当然 广州南篮的蜕变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郭世强和他的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过去的三年里 广州南篮培养出了一批青年才俊 如崔永熙 陈寅俊和著名镇等 这些年轻球员在郭世强的执教下逐渐崭露头角 为球队的未来带来了光明的希望 消息三 可兰白克离开山东南篮 回顾本赛季的山东南篮有太多的遗憾 尤其是一个汉将的才华被浪费了 他就是曾经的防守汉将三分球手可兰白克 要知道本赛季山东南篮的封线球员表现堪忧 刘贯岑和乔文汉的三分球命中率惨不忍睹 而此时可兰白克却被树枝高阁 冷板凳上路过了半年 曾几何时 这位老将的三分球命中率曾高达45% 而今却在山东南篮被遗忘 可以说这绝对是一个战术上的失误 如果山东南篮能够充分利用可兰白克的防守和三分球能力 或许山东南篮本赛季的历史将被改写 可惜历史没有或许 山东南篮本赛季的征程已经遗憾结束 而可兰白克也将告别山东 虽然充满无奈 但但已有球队如南京同袭 对他表示出浓厚兴趣 这意味着可兰白克有望在新的赛季 加盟一支更加珍视他才能的球队 重新找回昔日的荣光